美國在金融海嘯之後的經濟數據 被人救病到底有多少真有多少假? 只是一個失業率就假到頭暈眼花 被市場以為做了鼓劃 否則,斷鼓都沒理由的失業數字可以落得這麼快 在海嘯之後就有評估做過 三年之內平均每個月都要有新增20萬職位 才能彌補當時經過大幅裁員 而失去800萬個就業職位 而且將失業率降到低過8% 但事實證明美國做到,而且還能夠做 而美國聯儲局就隨即將息口政策 和失業率6.5%還有通脹2.5%掛勾 所以更令市場相信美國經濟正在復甦 事實是,如果美國勞動人口在經濟非常差時 因為持續找不到工作,所以就索性放棄找工作 因此被剔除勞動人口 這樣導致失業率下降的話 難免令人懷疑美國的失業率真確性 而且美國即使在經濟穩定增長的環境下 即是2004至2007年的期間 平均每個月的新增職位也只不過有18萬8千個 更令人聯想起,經濟在經歷了海嘯之後 又有甚麼能力在這麼差的經濟環境下 反而平均每個月可以有20萬個新增職位 所以大家開玩笑地說,美國大概是學了中國造假了 看真點,中國同樣都有計算模式 據個例,就算不懂做PMI 起碼都肯抄別人的計算方式 不過要拿數據的時候 大概連審計部門都不能察覺到 到底拿回來的數據是真還是假 內地由吃的好像雞蛋、羊肉、到奶粉、黃金、名牌、公司帳目 通通都可以是假的 收回來的數據是假,又有多出奇呢? 所以國務院又何必這麼緊張 突然趕快要審計署去查地方帳目呢? 事實是,審計署去到地方政府 又會拿到甚麼實況呢? 會兒